佛教 倡导人们摒弃邪念 一心向善 以怜悯侧影之心 对待世间万物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对我国的宗教文化方面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常说的一句 救人一命 圣造七级浮屠 这个浮屠就是佛塔的意思 建造佛塔是件大功德 可是救人一命的功德 也比建七座佛塔还要高 意思也就是 劝人们行上积德 从侧面也可以看出 佛教的一些文化 已经融入人们的生活中 从古至今 我国信奉佛教的人数都很多 也兴建了很多的寺庙 除了不少潜心修行的高僧 而今天要说的 也是从一位高僧说起 人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座 500年前的高僧墓葬 没曾想 里面竟然有四个移动电源 专家们赶过来看之后 慌慌张张的就离开了墓室 而且决定不会再对这个墓葬 进行发掘 这是怎么回事呢 僧人去世之后还挺讲究的 用他们的话来说 叫做圆祭 而且对于遗体的安排 也是多种多样 一些高僧在圆祭之后 通常会选择火化 这时候就会有概率性的 出现舍利子 若是僧人火化弟子们 发现了舍利子 在他们看来 那可是证明这位高僧 确实生前有大功德 他留下的这颗舍利子 也会被当作质保收藏 当然了 也有不少也不是所有的高僧 都会选择这种方式下葬 在四川龙昌县天罗山上 当地的村民就意外地 发现了一个墓葬 村民们联系着当地的文物部门 很快专家们就赶到了地点 之后通过一番研究调查 发现这是明代时期的 一个僧人的墓葬 通过穆之明了解到 这个僧人叫做严聚光 他的一生都在劝导人们向善 四处弘扬佛法 经常帮助穷苦的老百姓 他是一个颇受人尊重的高僧 他在去世之后 弟子们就为他修建了这座墓葬 只是他本就是出家人 赤条条的来也赤条条的走 墓葬中的陪葬品应该不多 即使是这样 专家们还是在墓葬附近 发现了几处盗洞 经过商讨之后 众人还是决定对这处墓葬 进行抢救性挖掘 大家心里都清楚 里面的文物大概是不存在了 可还是按捺不住 想见识一下这位明朝的高僧墓 考古工作有条不紊的推进 很快就到了打开墓门的一天 墓室的门缓缓推开 可以看到这座墓室的规模并不大 整个墓室长六米 宽三米左右 可以说一览无一 经过初步的调查 里面确实没有什么文物 也不知是本就没有 还是被盗了 考古人员本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盗也没什么失望的 还是认认真真的开始了下一步的工作 结果考古人员清理墓室的时候 有人忽然发现了什么 一声惊呼将大家的目光都吸引过来 只见乌黑的墓室里竟然出现了四道绿盈盈的光 还时不时的闪一下动一下 即使有着丰富的考古经验 但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 大家也说不准这绿光是什么东西 还动来动去的 吓坏了赛场的工作人员 有胆大的就慢慢地靠近了发出绿光的地方 没想到那绿光一下子就消失了 还有还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地上窜出去 突然发生这种事 大家受到了惊吓 有人已经控制不住地叫出了声 纷纷向外跑去 那四道绿光到底是什么动静 大家慌乱间都没看清 冷静下来之后就有人猜测到 可能是森林中的野生动物 众所周知 有的动物眼睛在黑暗之中就会发光 比如猫头鹰之类 这是它们夜视能力的表现 知道是什么动物后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不过没人看到也就不好猜测 到底是个什么动物 好在考古队里有随行摄影师 后期大家整理照片的时候 发现上面竟然留下了那一幕 神秘动物的身影也被拍了下来 经过生物学家的辨认 确定了这个神秘生物应该是狗冠 属于国家级保护动物 这可是个大发现 狗冠虽然很常见 可是由于人类的烂捕烂杀 它的数量逐年减少 后来野外基本上都看不到狗冠了 就在人们已经觉得这种生物 会不会已经灭绝的时候 从古墓中又发现了狗冠的身影 这怎能让人不开心呢 得知这件事的考古专家 也决定不再对这位高僧的墓 继续挖掘 将墓葬恢复原样后 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 毕竟也不知道狗冠在这里生活了多久 万一破坏了他的熟悉的生存环境 他们就要另外安家了 大师若是全下有知 知道自己的墓葬依然可以庇佑生灵 应当很欣慰吧